Hello,大家好,我是DonDon,欢迎来到Woolery Hong Kong 今集想和大家看看你到底是否适合移民来加拿大 那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和香港五个不一样的地方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加拿大是一个很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 这里的移民人口很多,印度移民过来的人大概137万 已经是整个人口比例的3.8 而你也可以看到华裔和德国都有几百万人移民过来 人口比例都占了很多 所以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地方 不会像香港那样,全部都是华人 而这里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这里会尊重不同的文化 例如你有不同的背景、语言、工作、文化和性取向 它们都会很包容和接纳 所以来到这里,尽量不要用香港那套的衡量标准去衡量这里的人 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 所以你来到加拿大的话,只要开放一点去接纳不同的东西 接着就是税务问题 因为在加拿大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和税有关的 在香港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税务方面 因为在香港是不需要交那么多税的 而这里几乎是连买东西、日常用品 所有不是最必要的东西都会收税的 例如你出去吃饭、去娱乐、买衣服和这份粮 全部都要交税,而税金是很高的 不同的省份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例如在Ontario这边就是会有13%的税 而在BC那边就有分为7%的PST和5%的GST 分别就是省税和联邦税 就要看你买什么产品,它们就会有分你要付多少税了 在香港很多人就会因为这个税务问题 觉得要付这么多税 就会觉得不想来加拿大,留在香港好些 但不要忘记加拿大虽然税收得很厉害 但它的福利同样都好很多 这个牛奶金就是给一些有小朋友的家庭 只要在18岁之前 小朋友可以不停拿到牛奶金 只要符合资格就可以了 这边的医疗福利也很好 在这里看医生是不用钱,只需要付医药费 另外就是会有养老金 你达到某年龄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你的养老金 而另外也会有怀孕和婴儿的账帖等等 所以你交的税虽然交很多 但同样的福利也可以拿回不少 之后这一样又是跟香港有很大分别的 就是这里的人会以车代步 而在香港搭交通工具已经可以去到不同地方 因为香港的运输系统都比较成熟 去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搭巴士或地铁就可以去到 反而有车可能会更麻烦 因为很多时候去到旺角尖沙咀可能都没有位泊车 而在加拿大,车是必需品 几乎每一家每一户都会有一辆代步的车 那辆车其实不会很贵 这里的人不是追求名车那些 很大部分只要足够他们的生活便可以了 因为加拿大的地方大 所以做不同的东西有辆车会方便很多 例如去买菜 很多区附近可能要走十多分钟才会有一间supermarket 而你开车过去的话可能两三分钟就到了 买完之后放在车上再带回来 一买又是买整个星期的份量 所以都会买很多 所以他们去买菜、上班、约朋友去旅行 都是会有辆车的 虽然在多伦多地区 它已经有地铁、巴士都很方便 但在GTA以外的地区 交通会不太方便 就会需要转多乘巴士 如果有留意我们之前的影片都知道 在多伦多这边 如果你是乘搭TTC的交通工具 你两个钟内可以免费乘搭 但离开了GTA area 就会需要乘搭另外一些发展商的交通工具 而那里就会需要另外付一程车费 可能都是3-5元不等 所以如果你不住在GTA area 你的车费也会贵很多 如果你不开车的话 另外就是香港和加拿大的 驾驶的规矩都不一样 譬如香港用右车 加拿大用左车 而且在Ontario这边 你红灯可以转右 而在香港就不可以 所以会有些交通规例上的不一样 加拿大这边的人 他们的驾驶执照 已经等同身份证 是一样需要随身携带的东西 所以来到加拿大 去考车、去学车 都可以一样很必要的事情 如果你接受不到 要常常开车出去买东西 要开车出去玩的话 可能加拿大未必那么适合你了 接着就说一说 日常善食方面都会有点不一样 在加拿大这边 他们会习惯在家住多过出去吃东西 因为出去吃东西的价钱比较贵 另外还要给提示 而自己去超级市场买东西 就会相对便宜很多 多数家庭都会一次过去超级市场 买一个星期的份量 一吃就吃整个星期 到第二个星期才会再买一次 这个就跟香港好不一样了 另外如果要买一些特别的材料 就需要去特别的超级市场 例如要买腐乳、汤丸之类 这些华人的食物 就要去华人超级市场买了 所以很多人来之后 会由不懂得做食物 慢慢变成了一个很懂得做食物的人 这就是来到加拿大需要学习的东西 最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气候的不一样 因为香港属于亚热大的气候 夏天很热 而且冬天也不会太冬 而在加拿大不同省份的气候 都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里的四季很分明 但整体温度都比香港低 例如在多伦多这边 冬天可以去到零下十几度 而且常常会有大雪 冬天会很干燥 你需要塗很多护肤品才足够保湿 但这里的夏天气候很好 因为不会太湿 特别在温哥华那边 他们的风景都很漂亮 所以如果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冬 或者真的接受不到 经常下雪的人 可能都会不太适合加拿大 但同样地 因为在这里经常下雪 所以这里会多很多滑雪活动 你可以直接去极了冰的湖流冰 也可以去很多雪山渡玩滑雪 这些都是在香港做不到的东西 以上就是五个加拿大和香港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来加拿大之前 大家照自己衡量到底这些东西 你能否接受到 以及可否融入这里的生活 如果有更多问题 都可以去我们的Facebook Page查詢 我们会有专人即时再回答 下次再见 拜拜